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化學堂 今集我們介紹 藝術攝影 或者攝影藝術 今集我們的嘉賓就是Louis Chang 其實事遠 Louis Chang不是普通的攝影師 而是他拍街拍 即Street Photography 又或者Photo Journalism 他出了一本攝影集 我自己有很多晚 久不久 一邊聽相機 發現他看東西的角度 他攝影的角度 可以英文來形容 photographic seeing 即是他看的角度不是亂拍的 裡面有很多個不明白 十萬個為什麼 今天就請了Louis 解釋一下當中的作品 其實是怎樣拍的 大家看到 觀眾看到後面的電視幕 亦都是他這本書的攝影集 那百多張照片 百多張照片 可能觀眾會去看 不要緊 我們兩個不是特別英俊 都去看一下照片 與此同時有些重要作品 我真的很想問Louis 我們會交談 會說一下那個作品是怎樣的 我們分開三節 第一節是大約十分鐘左右 但因為我們口水佬 真的有時不知道 有時要overrun 分幾兩分鐘 大家請見諒一下 我們第一節就講一下 Louis 怎樣由不懂拍照 至懂拍照 到出攝影集 這個過程 我們第一節會講的 第二第三節 就是講這本攝影集 頭半節和後半節 我們開始了 Louis 我想請教你 其實每個人都會 好像張國榮首歌 一生之中有第一次 你第一次和攝影 如何結下一個不解之緣 首先很多謝 阿Den請我上來 談一談攝影 當我們第一次這麼鋪張 有些烈烈底 烈烈底嗎 不緊要 希望你這次第一次會開心 怎樣接觸攝影 其實很多人都接觸攝影 用相機就接觸攝影 為了解悶 就買了攝影機 買了攝影機也解不到悶 因為不知道拍什麼 我問你 那時多少歲 你第一部相機 那時大概是二十分鬆 二十分鬆 那就是 正在做事 買相機 而且是跟老闆 我老闆喜歡攝影 都是解悶 買了攝影機 你的相機是新機 二十分鬆 是嗎 新機 買了攝影機 RTS 不好意思 我屈不入位 攝影機 我記得有套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意大利導演 那裏面 Michael Angelo Michael Angelo Antonione 有一個很出名的攝影師 說拿相機偷女 叫做Blow Up 這個男主角 就是拿著Context 不好意思 繼續 那時 因為這部相機 是德國的Porsche Design 都未必是因為它而買 始終是因為賽斯鏡 新的二手 不好意思 新的 全新的 哇 那時都很貴 佔了一些月薪的一部份 不知道 總之 喜歡就買那頂 或者自己賺錢 沒什麼所謂 那時是400度票嗎 那時拍攝是 拍攝人拍攝100 拍攝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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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Louis這樣說 真是內行 那一開始拍攝 很悶 因為我家人 有个朋友帮我拍照 我见她拍照都挺好的 叫她介绍一个色 即是家人拍 即是我的妹妹 叫她介绍一个朋友带我出去拍照 什么事? 认识女生 可以这么说 看你好不好 你可以认识好多 你不用这么说得这么小心 我猜到你一定是相机 跟女生是认识新朋友 认识朋友是练习 主要是想学摄影 主要是学摄影 然后上了什么都不懂 光圈快门都要问人 是是是 什么位置 别人去选择所有位置拍照 拍完之后要交相 每个人要交8成10 即至少见两次 约她出来拍一次 交相 你那时候想认识女生去拍照 是吗 所以如果科技低端也好 因为你要冲刷 又要让人多见两次 她不满意 不要紧 我再拍照片 再拍照 有一件事 是 女生在那时候就很听话 很听话 你叫她高点低点 她任你怎样的 你讲角度高点低点 她上名 那时候听话一点 现在就很不听话 现在叫你摄影师就她 我这些都没有 还没得了 哈哈哈 拍了一年多就没拍了 因为有个朋友就跟她去掃街 那时候叫做documentary 好少人叫做拍街拍 那时候应该是七八十年代 应该是80年头 820、830年 我们去长海街 水头水尾村 水头水尾村就是感田 是 好像打航战 例如呢 什么叫打航战 我们背着两部机 一部是slide 一部是飞泥 哇 那里的飞泥是多少磅 都不是太重 不过可能年轻 然后进去那些村 你就好像打航战 去那些祠堂 那些庙 会不会那些人反感呢 那时候没有人 没有人 可能你拿着相机去尊重你 会不会呢 没有 没有现在的人那么抗拒 没有那么抗拒 即是很friendly 我很少拍人 我多数拍物件 物件 即是拍死物或建筑物 是的 这样拍 就开始掃街了 开始掃街了 掃了数多年就没有掃街了 噢 即是拍到是 83年就没有拍了 嗯 接着就自己 没有打工就出来做事 又或者我跟观众那样说 其实呢 就是Lewis 说初时拍女生 可以结交朋友 接着就去到 去掃街打航战 入水头村 去上海街 其实这个过程我发觉呢 好像听到一个故事那样 就是说呢 它不是一步就去到出书 那个风格不是几十年不变 不是哦 原来是有个过程哦 由拍女仔 然后巷战 拍街景 是吧 那到那里好了 由这里 到你现在出版这个摄影集 我发觉呢 这本摄影集呢 有几个特色的 很多是透过玻璃 反光金属 大厦玻璃幕墙 那些角度的反映 Lewis很喜欢拍reflection的 那一首歌很棒 reflection of your life 是吧 of my life of my life 不好意思 这首歌 我们的老人一定会听到 会知道的 是吧 很多reflection的 那好了 Lewis 不好意思 打断了你了 那刚才说打航战 是吧 去到你这本摄影集 中途的摄影故事是怎样的呢 呃 因为 呃 停了三十年没拍过 哦 跟着停了三十年 跟着就 呃 自己想拍 但是问自己 摄影眼 回不回来 嗯 即是摄影眼 我自己看到自己当年要拍什么 嗯 嗯 那这三十年什么都看不到的 哈哈 你觉得什么都看不到的 自从一天去等朋友 那用过手机 十几分钟 我拍了七八张相片 可以 哇 心山大道的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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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Wingfinder 反螢幕 因為我喜歡不同的角度 不用高牌子 不同的角度 所以有反螢幕我可以高低角度 就是很多角度 甚至你放在椅子底也拍到照片 你自己保住沒有這樣的 你買定照還是Zoom? 那時候初初買了一部Zoom 因為不知道自己會多久 買的時候問自己有沒有時間去拍 眼睛回來要有時間 沒有時間 自己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剛剛那時候比較有空 一個星期拍幾次 就開始拍攝了 有一個問題 我們第一節差不多終結了 就想問你由你那部機 既然推出攝影集時間大了多少 由第一部機 不就是之後被迫回 你說ABSC機到你 三年左右 都磨了三年那把劍 是呀三年 三年的 這樣時間都不短 你都是天天掃街 放工有掃 之後早上上班 上班前有掃 還是怎樣呢 因為自己做自己的事 很多時間都空閒 那時有工作 那時有工作 但不急 我一個星期掃兩次至三次 那些工作多的就一次左右 還有我就要交代一下 其實Louis看到我剛才說 他整個攝影集 很多相片都根據玻璃 穿過玻璃 或者透過一些反光 或者他是 我自己覺得 是拍到城市 一個很擠湧的城市生活裡面的孤獨 他的人有時放到很小 都景很大的 那種是 是很有一些 嶺南山水畫 那些人放到手指襪 手指尾甲那麼小 那幅畫整六七尺那麼高 我感覺到 我聯想到這件事 是 或者我們真的要入獄了 真的要介紹這個攝影集的上下半節的時候 就要去到下半節了 OK 待會再講reflection的東西 剛才講不完 是的 應該大概都 我們就 隔時講到這裏先了 我們有興趣的觀眾 就請去下半節了 好 展開 我 這裏 想要 像 汪 啖 風 到了 還有 我們